撤退到台灣,來當總部,主要也是因為距離沒別的地方 對,而且其他的外國媒體也開始在台灣增加部署,增加人員 因為以前我們有什麼大的事件,Also Freedom Foreigner, 大概都是從香港的機制飛過來,或是新加坡的機制飛過來 現在越來越多人,在地就連繞得到,蠻不錯的 對,對,對,所以你有在那個 foreign correspondent的那個 club 是嗎? 我有,OK,因為我們也在想找一些新聞自由相關的一些議題來做 因為目前在做的那個人才循環大聯盟,主要講的還是高科技工作者 對,那但是Journalistic Empowerment的這個,目前我們只有在GCTF Media Logistics 裡面做 但是GCTF又是一個,怎麼講呢?就是說它不是好像可以換過來讓台灣的政府做一些對新聞記者有幫助的事情 的這種有壓力能力的一個框架,它是反過來我們提供一些資源給大家 對,它比較軟的,但是我自己因為我父母都是新聞工作者 所以我一直希望說能夠做到,就是後邊要說,各新聞中間的Fact-Trackers 它可以有一個一起的brand,像法國的Cross-Track 那這樣的話我們這邊的歌,我們只要知道是Cross-Track的Fact-Trackers 那我們就第一時間馬上把Fact-Track的東西給你們 那這樣大家都省一些利器等等 那我覺得這個Structure蠻值得做 那之前有忘記另外一位,也是Foreign Correspondent Club說他們之前有討論過類似的東西 所以也許可以,等一下之後可以做一些討論 OK,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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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直接問好了 對,當然,當然 OK,好,因為馬上選舉要到了嘛 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非常重視台灣面對虛假信息這方面的威脅跟挑戰 所以可以請你們談一下就是說 就是說你怎麼看台灣現在面對這些虛假信息的影響有多嚴重 我們現在台灣受到的威脅有多嚴重 對,我是應該看您還是看見 看,看大家 好的 簡短的來講,大概分成兩個方面 一個方面它讓公共討論變得一個從本來大家比較覺得有趣 我可以有我的意見,你給我的意見 我們可以談出一些想法來,互相激動的一個言論環境 目前有時候會變成一個讓人比較不想公共討論的一個言論環境 因為一旦討論之後就會被出征啊 那出征我們知道其實不一定是虛假的信息 它可以是一個強烈的情緒的信息 因為是個人見解,所以無所謂虛假與否嘛 就是我覺得怎麼樣,感受怎麼樣 可是當有大規模的一些帳號 在話比上說你在你的社群媒體上面 Twitter或Facebook提了一個想法出來 那底下就有一整排一些比較負面的情緒的 而且都是不同帳號的留言的話 那其實有意義的討論這個題目的言論空間就受到了壓縮 所以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對於公共討論言論的這件事 那第二件事情,就像您剛剛也有提到的 就是說不實討論這件事情 它其實是對於我們自己的就是end to end 就是我現在傳一個私人訊息給你 其實理論上是我有什麼話想跟你說 但是呢它可能會有點像是搭載在我們之間的這種互相信任的關係上 簡單來講就是分享這個按鈕吧 如果我們現在沒有分享這個按鈕 其實所有像Line、WhatsApp等等的這些私人通訊的頻道 包含email在內 大概也不會成為就是不實訊息分享的一個溫床 但是因為分享現在太容易了 所以就常常我看到一張圖片 然後我覺得一份填膺 我覺得你是我好朋友 我非得分享一下一份填膺的感覺給你不可 這樣我們才能從憤怒變成憤慨 憤慨就好像我們沒有力量 那這樣我就會喜歡分享 我反而不會花時間去看清楚這份填膺到底寫些什麼 我就是一時分開我就分享給你了 那我稍微冷靜下來發現 這好像不是真的 那已經傳出去了 已經傳給超過一個人了 那這些人又經過了類似的一樣的情況 所以就是好像流感一樣的 就流傳在這種點對點的一個私人通訊管道裡面 那這個私人通訊本來就不是做公眾討論的 所以我們現在講兩件不同的事情 那台灣現在 你一下她的意思 好啊 你一下她的意思 你一下她的意思 好 可以 謝謝 那就談到中共的影響 就是說我們現在有沒有任何的掌握 就是中共對台灣發布虛假信息的這個有多嚴重 中共對台灣這個實施虛假信息攻擊的這個力道威脅有沒有升高 最近不是台美共同首度舉辦了一個國際的網絡演練嗎 然後有一個數字是說台灣公務部門每個月遭受 就是說我們這個所謂attribution就是找到它的源頭 是哪兒來本來就不一定 都是 那只是說在有一定的信心 覺得它應該是從某些地方來的這個裡面 這是一小部分喔 必須先強調 就是由attribution的這一小部分裡面 按照資安處所發表的這個見解 那他們能夠確認的只是說在我們能夠確認來源的裡面 那PRC方面當然佔了超過一半的來源 那至於這個具體的趴數 因為這隨著就是attribution能力的增加 都是會有所改變的 所以這並不是一個固定的數字 這是一個浮動的數字 這是先具體回答您的問題 那第二個就是說這些攻擊 雖然當然有些是社交工程攻擊就是詐騙了 那但是呢大部分其實還是機器對機器 那這個跟假訊息其實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因為虛假訊息主要是給人看刁動人的情緒反應的 但是網路上面的攻擊如果是機器對機器的 那機器是沒有情緒的 您剛說中國那邊佔了一半 就來自中國的假訊息佔了一半 以按照資安處公開所說的 在我們能夠確認來源的部分裡面 這個部分並不是全部的您剛剛提到的 那麼多次的攻擊 那應該是說至少有一半的來源是來自PRC方面 那剛才我提到這個每個月的三千萬次 那我要我剛剛強調的就是說 這很多是機器對機器的 它中間並不是有碰到人的眼球的部分 所以我們並不知道這個比例 知道這個比例有多少嗎 就是說知道來源的這個佔比有多少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次數是因為你每一次試圖發動一次攻擊 它就會有一個技術器 它會留下數位足跡 但是這個能夠辨識來源的比例是不斷在增加的 因為隨著數位見識能力的增長 然後以及跨國的合作等等 那這個比例會慢慢慢慢升高 但是因為我們一面講 它也一面升高 所以我沒有辦法給你一個數字 那就是要能不能掌握來自中國大陸的這個虛假信息的這種威脅跟攻擊 它的手法是怎麼樣 有沒有一個模式 或者是有哪些模式 有哪些手段 我想重點倒不是具體基礎上有哪些手段 而是它想要達成怎麼樣的目的 那就像剛剛講的壓縮言論討論的空間 讓大家沒有辦法在有意義的討論裡面去繼續民主的進程 甚至對民主制度本身產生懷疑 那這個可能是在公開部分的 不管是財訊息也好 或者是惡意訊息也好 它最終的目的並不是支持或反對哪一個特定的政治主張 而是讓大家都覺得說在民主社會裡面公共討論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事情 或甚至民主制度本身是沒有意義的事情 我想這叫so discord 就是去造成混亂 或者是說pollute the public conversation 去污染公共討論的環境 就是公開的部分 那在私下的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很多的最終目的 是想要讓人跟人之間的信任摧毀或者崩潰 因為如果我從各種不同我的親朋好友都收到了 許許多多看起來情緒強烈 比他平時人的情緒強烈 是因為那一件事情或者那個照片 它就是調動了強烈情緒的話 那人跟人之間長期建立的友誼啊 信任啊等等 就會在這樣一次一次的溝通裡面 慢慢的去減弱吧 慢慢的去削弱 那到最後會讓互信的基礎也跟著懸弱 您可不可以舉幾個實際的例子 您想要聽怎麼樣的例子 就是說如果是中國想要影響台灣的輿論 或者是壓縮台灣的討論空間的話 可以怎麼做 不一樣這個您應該去問 就是實際在做這方面操作的PLA 或者是CCP方面的朋友嗎 那我這邊能夠講的 只是說這個所謂的認知空間 它並不是單一的去做什麼事情 你就會不想討論這個題目 而是說你這樣在討論一個題目的時候 它讓你覺得說網路上所有人 都是帶有強烈的敵意 強烈的恨你 強烈的情緒 強烈的這些都是這些東西 讓你沒有辦法進入一個公共討論的一個狀態 那所以其實我覺得我講的已經相當清楚了 那只是說裡面的每一則訊息 你單獨挑出來看 不管它是合成的 或它是人去寫的 其實也都還好 就是看起來像罵街嘛 就這樣還好 但是重點是這個量 以及這個量後面 它是有一個 coordinated activity 就是說大家約好 這五十萬個帳號 或者這五千個帳號約好 就要集中的來一起進行這樣的事情 那約好當然可以人跟人之間約好 也可以一個人寫一句城市 然後機器人跟機器人之間約好 當然也都是有的 那這裡有提到就是說台灣的防禦率高達99.99%以上 對就是絕大部分試圖想要取得帳號密碼 取得資訊系統的控制權的這些做法都沒有成功 話比上說猜密碼也沒有猜到 或者是覺得說你的系統過於老舊沒有更新 我想要從這邊奪取這個控制權也沒有攻擊到等等等等 就是攻擊失敗的案件 所以台灣現在對於這些虛假信息的這個防範的能力跟實力 您怎麼看 因為其實我覺得您一直有兩件不相關的事情 一個是台灣的硬體網路跟軟體去建設 能不能夠去把好比像說 我打個比方好了 好比像說你的門鎖夠好 那想要敲鎖的人他敲不開 那這個是您剛剛講的那個防禦率是在這兒 但是假設C攻擊並不是這樣子的 它並沒有敲開你的門 它是在門外去喊話啊 去敲流打鼓啊去怎麼樣 讓你在裡頭睡不好叫 也沒有辦法有正常的作息等等等等 它是一種算是心理戰吧 那這樣子的心理戰 資訊戰 它是運作在硬體跟網路層以上的 我們叫應用層的這一個方面 那所以這跟您剛剛講的這些被成功防禦的 對這個底層的打擊是兩件不同的事情 那現在時間越來越接近選舉 您有沒有觀察到就是 台灣遭受這個假信息的這個威脅升高 有這個現象嗎 我們這一次發現到的就是說 當然時間接近選舉是一個 但是另外一個就是香港的情勢 因為香港的情況它本來就是一個大家都很關注的一個點 那我也很直白的說 其實香港的情況一定程度上定義了我們這一次的總統選舉和立委選舉的一些基本的每個人的政治立場 那我們可以很明確地看到在香港發生這件事情之後 好比像說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那就變成是部分黨派所有人都反對的一件事情了 但是當然在香港發生這件事情之前 有很多的訊息可以在這個方面去解鎖 去試著在這方面擾亂 但是現在在台灣如果說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無可避免 那其實是沒有政治市場的一件事情了 所以我想香港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轉捩點 那所以在香港6月應該16日大的遊行之後 那它的訊息成譽有一些轉變 那推特這家公司它有公開的發表 說在香港的抗疫的這個過程裡面 從PRC方面不需要經過法國長城 也就是他們國家允許他們直接接觸推特 有好比像說20萬個帳號 就是專門在推特上面去做像我們剛才說的 想要污染言論環境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協同的一個行動 那這個協同行動當然後面 20萬個帳號大概不是20萬個人了 那至於它是20個人還是200個人 其實推特也不知道的 那就是因為推特不知道 所以它才把這些帳號不但停權 而且把這些帳號它的上下班時間 它的作息啊 它的每次到底貼了什麼樣的訊息啊 等等等等全部都公開出來 讓各界去分析 那它公開出來之後 當然台灣這邊的記者有做一些調查報道 跟一些資料分析報道 但是也很重要的就是 Facebook跟Google這兩家公司 也等於corroborate就是證實了 說他們也碰到了 同樣這些不用翻牆就可以直接到他們這兒 去進行諮詢操作的朋友們的這些假帳號 那所以Facebook因此停權的帳號 Facebook就說我們同意推特的這個論點 它確實是有一支專門為了這一部分 去擾亂關於相當示威的訊息的 他們叫coordinated inauthentic behavior 就是由於要一定好的去做一些不誠懇的這樣子的一個行為 那所以這個我想是一個轉捩點 因為在以前這些國際的平台 雖然自己也許做出這樣的判斷 但是像新聞記者去詢問他們的時候 他們會用一些比較直化的方式來描述 但這是第一次他們完全用量化的方式 而且就很直接的說這批朋友們 不需要經過發揮長程就可以去進行這樣子的操作 所以之後我們就開始有些量化的一些東西可以看得到 所以香港這個事情也變成虛假信息的一個 虛假信息戰的一個戰場對不對 對而且在這上面的就是花的這個單位成本換到的收益 因為大家都非常非常關注 其實虛假信息有一個特點就是它必須調動人的情緒 如果你破一個虛假信息 但是沒有人關心這件事情到底怎樣 那其實我也不會幫它轉傳 所以它當然也不可能按照網路上說的就是流行起來 Go viral 但是因為香港的情況全世界都在關注 所以你做一個香港的這個訊息 不管真的還是假的它都會流傳 所以這個時候你單位成本下去去做20萬個賬號 它說不定可以創造因為轉傳等等 創造超過20萬個賬號的這個收益 就是在認知空間作戰上面的收益 我的意思是那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想當時他們挑這個題目也是因為覺得說人家都在關注 是不是現在虛假信息的成本越來越低 應該這樣說就是說 本來發送一封訊息的成本在網路上就是越來越低的 因為頻寬越來越快 那儲存媒體越來越便宜等等 那但是您剛剛提到的是說 以前這個信息還是需要人去把它寫出來 但是現在文字合成的這個技術是相當的好 那好比像說就在前幾天吧 OpenAI這家研究單位才公開了它的GPT2的完整的模型 那隨著這個模型任何人他只要到talktotransformers.com 你只要打一個信息的前一段 好比像說科學家在安迪斯山脈找到一堆獨角獸 而且他們還會說英語 那然後你按完成 他就會幫你寫一篇報導文章 然後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人證物證科學家的名字 什麼什麼什麼去支持一開始的那一段話 所以呢本來呢像我們新聞記者的工作 說你要先去查證啊先去做這些 但是呢他就是微妙微笑地去模仿一個新聞記者的文題 然後你只要寫等於編輯那個標題 他就幫你把一份報導寫出來 那以前都是你先寫報導編輯再去想標題嘛 所以現在是等於是AI去做了一個反向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這個在文字領域合成文字的成本 以前你要用專門的打個電腦才能做到這個程度的事情 那現在任何人的手機都已經可以開始運算這樣子的 那當然你如果要非常有說服力 你還是需要一些比較昂貴的電腦 但是都在個人負擔得起的這個情況 所以我要強調的就是說合成照片 這以前真的很容易了嘛 我們這個Photoshop已經被當動詞用了 但是合成影片現在也很容易 以前是要像魔界的後製團隊 那麼昂貴的成本 現在任何一台手機就可以合成像狗狼 這樣子的一種就是合成的角色 那同樣的道理文字要寫一篇文青并妙的文字 說服人相信到可能80%左右 那在以前也是非常昂貴的 但是現在你可以直接去合成 所以相對來說現在要辨別講訊息也是越來越難嗎 應該這樣講就是說本來我們看訊息 就不是去看訊息的本身 而是去看它的來源 如果來源是你相信的人 他在講關於他自己的事情 當然不會是在訊息 就算裡面有些他記憶有錯誤的地方 那你提醒卡一下他也會覺得 對啊我讀錯了 這樣就好了 但是現在問題是說 有一些你相信的人 他因為一時情緒被調動 所以呢他轉傳給你一些 其實不是他自己的第一手經驗 他也沒有查證過 但是他覺得這個讓他很生氣 所以他就轉給你 那這個才是真正的問題 而不是他給你平常 血涵溫暖的那些話 裡面哪些是假的 哪些不是假的 那所以這樣說的話 那是不是一般民眾的這個 性肌安全的意識要提高 這個性的重要 對就簡單講就是 不要那麼快的成為傳染源 心裡可以多一些抗體吧 就是說我們說謠言止於智症嘛 所以你修到一個表情包 什麼裡面如果有一個 什麼控訴啊什麼之類的 那就先停下來嘛 那停下來之後 也不是一定要你去 給你那個來源說 不要再傳這種東西給我的 所以至少到你這邊 你可以先深呼吸一下 然後呢就會從快思 進入漫想的階段 那就比較不會再傳出去 那把關者應該要如何做 才能去防止這些虛假信息 我們看到的大概兩個方法吧 一個是像垃圾郵件那樣子的一個方法 就是說每個人看到的時候 都可以長按然後舉報 就像你收到一封垃圾詐騙 對不對 那你也是在信箱裡面 把它移到垃圾 有一間資料夾嘛 現在大部分的讀信的 都有這個功能了 當你移到這個資料夾的時候 你其實是在捐獻出 這種信的寄件人的一個行為 去給國際的一個社會部門的一個 在盈利為目的的 就是一個人的最新的 你去給我 回去吧 你去給我 對搭配 很抵觸